在上一个影片里面我们介绍了科系不等式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向量形式,一个是坐标形式 而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就针对坐标形式的部分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例题2,假设S跟Y都是实数 它给我这个条件,要我求5S-12Y的最大值以及最小值 并且求出它相对应的数对 那这里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在这两个式子当中,位置数的这个部分 S的部分左边是S平方,这边是5X 它的位置数之间有平方的关系 像这种位置数之间有平方关系 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科系不等式的坐标形式来处理 那我们先把坐标形式写下来 好,这里面的部分我们把它留空变成小瓜的平方 会小于等于中瓜相乘 而中瓜的部分是平方加平方 好,在这里面同学要注意哦 小瓜的平方我们要放的是次方比较低的5S-12Y 我们把它抓过来 而不等式的中瓜糊里面要放的是平方关系 所以我们把S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9的S平方跟Y平方 分别放到小瓜糊的S跟Y里面去 那在运算上面,回想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要做内积 内积就是前面中瓜糊的S要跟后面的这个相乘 要得到5X,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填上5 后面的Y平方的小瓜糊的Y要跟后面的瓜糊里面做相乘 要等于-12Y 所以我们这边的瓜糊的部分可以填上-12 那就完成了科系不等式的坐标形式 那我们把相关的资料把它填进来 这边不知道留着 而S平方加Y平方会等于9 5平方加-12平方会等于169 一样的,我们现在要求5S减掉12Y 所以要开根号,又要小于等于 所以要加上正负号 得到-39小于等于5S减掉12Y 小于等于39 而39就是我们的最大值 -39就是我们的最小值了 好,那我们继续要去求出 当我们有最大值跟最小值的时候 它所相对应的S跟Y了 那我们刚刚之前说过 如果等号要成立的时候 S跟Y以及后面的5跟-12 是必须有倍数关系的 所以我们一样把这两个资料 带到最大值跟最小值里面去 分别求出我们的T 就可以找到它相对应的S值跟Y值了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当我有最大值39的时候 它S跟Y相对应的值是13分之15 以及-13分之36 而有最小值-39的时候 所得到的值是-13分之15 以及-13分之36了 我们再来做一个统整 向量内积的定义是 长度乘长度乘以cosθ 而这个值出来是一个纯量 它的正负号由cosθ来去做决定 再来是OA在OB方向上的正摄影 因为在OB方向上 所以把OB看成地面 所以正摄影的OC向量就是两个向量做内积 再去除以地面长度的平方 再乘上地面 而科系不等是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是向量形式 它是内积的绝对值会小于等于两个长度相乘 而当等号成立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向量平行的时候 第二个是坐标形式 而坐标形式上面有个口诀 就是相乘和的平方会小于等于平方和相乘 那把这个口诀稍微记一下 就很容易去把它记下来咯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颗概念 我们先以O为圆形 OA为半径去做个小圆 再以O为圆形 OB为半径去画个大圆 再从A点向OB向量去做个垂直线 这时候的OC向量 就是OA在OB方向上的正摄影了 我们发现当OA跟OB为锐角的时候 正摄影OC跟OB是同方向的 那我们让A点在小圆上面移动 而当我OA跟OB为顿角的时候 正摄影OC向量跟OB向量是反方向的 接下来我们找出向量内积的绝对值 就是红色向量的长度 乘上黑色向量的长度 那因为黑色向量的长度是大圆的半径 所以我们不妨取这个黑色线段 所以红色线段长跟黑色线段长 相乘就可以形成一个绿色的长方形的面积了 而这个面积就是我内积绝对值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再来找出OA跟OB的长度相乘 那OA是小圆的半径 OB是大圆的半径 所以是蓝色线段跟黑色线段相乘 仍然可以形成一个紫色的长方形的面积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内积的绝对值是绿色的面积 而两个向量长度相乘是紫色的面积 我们仍然让我的A点在小圆上面去做变动 我们会发现绿色的面积它会去做改变 但是紫色的面积它是不动的 而这个结论就说明了可惜不等式 内积的绝对值会小于等于长度相乘 如果OA跟OB是同方向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绿色跟紫色的面积是一样的 而让OA跟OB反方向的时候 紫色跟绿色的面积也是相同的 这说明了可惜不等式等号成立的时候 OA跟OB是平行的